303全台大停電引發民怨 國民黨立委蔣萬安今天就在立法院質詢行政院長蘇貞昌 逼問說能不能承諾不再停電 那他跟自己用台語回答說你不敢啦 蘇貞昌也不甘示弱的反嗆說 國民黨從你祖父說要反攻大陸到現在都還沒有反攻 兩個人在議場內是唇槍舌戰 事後蔣萬安接受廣播專訪的時候還是很生氣 批評說蘇貞昌這樣子的比喻是不倫不類 院長敢承諾 院長願不願意承諾 要再勘托 院長不敢承諾 從你祖父說要反攻大陸到現在還沒有反攻大陸 那你在談電能源的問題 現在還在講這些 如果一定要講這都不會輸你啦 民進黨執政六年打停電四次 國民黨立委蔣萬安直求對決 要政府給不停電承諾 沒想到引爆蘇貞怒火 你不願意承諾 我敢承諾 來 你承諾什麼 你承諾反攻大陸啦 為了你國民黨的承諾 我們台灣人付出多少代價 我還去當兩年兵 還說第一個要踏上中國大陸 解救同胞啦 你那種承諾有什麼用 接下來不大分辨 現在要解決問題啦 然後惱羞承諾 面對國民黨人 你才惱羞承諾 不知道講到什麼地方去 講到離主戶了啦 蘇院長不給承諾 反倒搬出蔣萬安 阻咐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說法 還暗酸他沒有服兵役 讓蔣萬安瞬間語塞 我們的政策沒有錯 往政策再走 今天這一些 當年留下來的種種探子 我很重的在扛著 我很想解決問題 你只在講敢不敢 時間暫停 不要浪費我時間 主席院長不就我的問題回答 又來了 這樣的比喻實在是非常的不倫不類 部長雖然只敢承諾一年 但至少他敢承諾 為什麼行政策最高手上 你不敢承諾 蔣萬事後接受廣播專訪 滿腹委屈不吐不快 不確定對上反攻大陸 我們國會議員監督政府 天經地義 就是論事 我叫的問題在可以談 來院長 你老實講敢不敢 劉院長要不要求救了是不是 但畢竟將還是老的辣 藍綠拳槍舌戰 政壇老手略勝一籌 你在為選舉再來叫什麼 記者戰隊圈黃成博 台報道